謝謝 謝院長 您提到這個問題 您也很有勇氣能夠面對現在國內很急於想知道這些財經問題 您這位提到其實中小期是台灣大部分主流 如果說以就業人口來講 超過七成以上的人都在這些十一住行的服務業 中小企業等等就業 確實是很多人的就業機會就在這上面 我們現在的考題就是既然今天在中部 其實你今天說要拿出方法 那麼以中部為藍圖的話 大概如果以這樣你剛才所提的這個範疇 要怎麼把它振興 中部地區如果是要怎麼把它做起來 做起來 中部也有高科技 中部最近其實蠻繁榮的 它主要的機會來自一個高鐵效應 一個是中科效應 中科這一塊我想大家比較沒有爭議 中科我們的發展 是讓這個中科去接苗栗的同樓的國防工業 竹南的生技科技研究 然後去接竹科 那這樣的話就會一個科技佐郎 然後往這一邊走 這個跟張濱工業區 還有中部一個很重要的 在台中縣跟彰化縣 它有這個機械工業 中部這幾年最大的機械工業 這個也是我們的造園展業 你知道世界很多工作母機 就說你要做什麼模型的機器 木工的機器 其實都是我們台中在做的 我們台中在做的 我們現在政府要讓它做成立專業專區 形成聚落群聚效應 世界要來賣的時候可以集體看 這點就是傳統產業 中科是高科技 那麼這個機械工業 還有張濱這種中小企業 這就是我剛才在講的 我們可以土地它買不起用租的 國際工業其實是用買的 科學員其實是用租的 所以科學員就比較發達 因為成本比較上 未來我們可以 也可以做 第二點我們就是說 改割補充性外勞的問題 有的幫助技術問題 在這個中部 像黃金 廚房的這個器具 很多都在中部 這部分就是 振興中小企業條例 要去照顧 都說在台灣的 老在台灣的 更加要鼓 更加要珍惜 但是現在張拚也很多 有回來的 對大陸現在最近回來 還有幾百間 那些回來也很好 也有很歡迎 我們現在就說把它廢棄起來 這是一個中國 現在這些人要燈爛嗎 燈爛我們現在水南機場 水南機場現在停用 這是很大的商機 這個冠軍在那裡有規劃 這個規劃 地方政府沒有能力 地方政府也沒有錢 所以你要政府下去 它裡面可以有展覽 展示場 不要說穿台北外面 它有展示場 還有其他的文化設施 這一塊是水南機場 再來就是說 中部的交通樞紐 中部用高鐵交通樞紐的地位 我是指定說中部因為縱貫鐵路 有一個海線跟三線 剛才分開了 把這海線跟三線分開 這個海線 這個海線 這個三線 那我們把這一邊連起來 變成一個三手線 這個環鑽線 大台中的環鑽線 將來這樣就趕快可以解決 台中的交通問題 再來是台中自己內部的問題 你說台北來到這裡五十元千 但是這裡要去到市場 變成兩小時 你就會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輕軌 這個要趕快做 現在中部有繁榮之下 我說這個做 再來就是中心 這個新村 這個我是認為 那裡可以做一個NGO的中心 全世界NGO 政府提供一部門 不用錢 給世界有名的NGO來那裡 我們全台灣的NGO都一部門來那裡 我全世界矚目 齁 這麼好 台灣的NGO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班高的 國家很多 用這個進步的運動 跟世界接軌 那種NGO 另外就是這個文化藝術的中心 這本來 價值台中就要說文化聲 還有特色 這是社區的特色 這個就是我講的 這個社區主義 譬如說我們中華 發肥市場 發佈 國家發肥原器 放在這裡 這就是這個地方的特色 你張濱那邊 玻璃館 還有這個秀傳醫院 它的原器 都是 就是說 你工業還在哪裡 你還在這種生活品質 文化設施 雙語學校 都放下去 這樣水準就會關起來 未來 我如果當東山總統 我對這個移民 白領街的移民 這都會放寬 所以 比較高級的工程師 對東南亞 對世界各國來 比較熟 要可以來我們台灣做 我們讓他比較寬 這支付錢 支付錢 但是他也會挑剔 他說他小孩要在這裡讀書 他要打五五五 所以我們開始也要 有比較好的學校 比較好的雙語學校 文化設施可以把它創造 對 院長 這個您提政見 我想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包袱比較重 對 所以你每當一提的時候 在野黨一定說 你們現在執政 現在就開始做 怎麼又凍蒜了才做 現在就有的在做 但是呢 就是說 有的在做 但是我看得比較遠 就是說 現在做七十分 我講八十五分 我們九十分 我們社會 不知道 進步 現在做 現狀就是理想 這不對 現在在做的 就是過去的理想 但是理想已經達到的時候 就不再叫做理想 我們已經現實了 我們要把這個理想再拉高 這拉高 不是在貶低現在的努力 現在他當然有努力啊 過去的理想 我們再變成今天的現實 但是你如果說 英文這樣就滿足 你就是退步的開始 所以我就是把這理想 不斷的拉高 這理想跟現實中間 是一個緊張關係啦 我們人類進步的原理 就在這個地方 嗯